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我聊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谈论一下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个关门事件 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事件呢 已经爆出了很久的时间 那么我也看到网上有非常多人去采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解读方法 啊 有一些解读呢 就说 哎 这个关门事件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 它该去 走的流程 还是在走 该去做的一些社会秩序 还是保持做的啊 这完全没问题 这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那么也有人呢 保持一个比较反的一个态度去看 他说 哎 你看这个美国这个国家 它就是纸老虎 那你看这个美国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虚弱的一个政权 那么你看它的政府都会面临关门了 所以说它呢 已经是非常的虚弱了 那么他们的关门之后会形成社会上非常大的一个乱套 那这个国家可能会遥遥欲坠了 美国就从此会跌落神坛 那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二流国家 会有这样的网上的一个信息出现 那么不管说这些信息 我们看到了它是否是属实 但是他们都是在讲关于美国政府关门的一件事情 那么从这些网上的信息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 确实有的呢 它是比较中立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那么有的呢 是比较偏颇的看待的事情 有的呢 就是制造一些垃圾信息啊 像什么就是说 美国就会从此跌落神坛 他就是变成一个没有政府的国家 或者说他们已经瘫痪了 那么像这些人呢 可能在一些人的眼中呢 会受到非常多的一个热捧或者说支持 但是从实际的逻辑去看呢 它可能有的说的有点夸张 是吧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主要看看美国政府它的一个关门事件会跟我们普通人带来什么影响 那么主要是说讲关于在币圈里面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和我们挖派有没有产生关联 那好 今天就去看看这个话题 那首先我们通过路透社这篇文章就可以报道出 哎 美国政府呢 那么他们因为这个财政的年度资金的提供呢 不足以去让他们来继续支撑他们的这个薪酬 所以说他们就将会去采留一些一些人来去进行岗位坚守 有一不些呢 就进行关门 那么这里面呢 有许多政府机关 尚未更新他们过去的关闭的计划 那么就会让一部分呢 他是会坚守的去进行坚持下去 而有的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制定计划 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关闭 所以说从他们的这个报道来看的话 证明美国政府的一个关门呢 他们是有序的进行 就说哎 我们大概知道政府人员都知道 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要关门呢 我们提前去做一些计划 保证我们关门的时候呢 有条不稳的去进行 而并非是说像我网上去传来那种 他们一下就崩塌了 不是这样的 他是两回事 那么他们的的关门呢 不像是说一个政策向的问题 或者社会上动乱的问题和外部对于他们的冲击的问题 这呢是来源于他们内部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是来源于政治历史的不同 以及面临着以后的一个大选 那么大家对于潜力的争夺所带来一个后遗症 我可以这样去把它理解 相信大家的话应该能够理解清楚 就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博弈带来一个后遗症 那么他下面就讲说在这些关闭潮当中 有哪些他是会保留的 那么他的军队是保留的 那么包括说200万的军队呢 将会继续的去坚持岗位 因为这比较硬性嘛 如果说你一个国家 你政府关门之后 军队都不运行了之后 那别人侵入你的国家 怎么办啊 这就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了 那么这是在政治博弈中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那但是呢 在这个五角大楼工作的80万的文字人员呢 大概有一半的人都会让他们去暂停 让他们去休假 那就让你们去继续不要去工作了啊 这个政府就可能会有些事件就会去把它搁置起来 那还有呢 就是关于下面的所讲到说一些执法部门 那么执法部门呢 包括说是联邦的调查局 基督局 以及当地的联防执法部门 或者说一些特工呢 将会继续工作 那么这些为什么会让他们继续工作呢 因为这是保证的社会治安的一个问题 那么军队呢 是保证国家安全 那这个执法呢 是保证的社会稳定 那么所以从这一点看的话 他还是有条不紊的去进行他的关门计划的啊 并不是说我一关什么都关 那如果说这样的 我的执法部门不再去继续的话 那么我在社会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以及动乱 以及暴乱 还有就是说一些强劫啊 非常多的一个犯罪事件就会飙升 所以说为了去控制一种合理的或者合法的一个关门草呢 那么他们会采用一些主要的地方呢 那么他们是不能去关门的 那好 这是关于这个执法部门了 下面呢还有一些关于国会啊 还有说运输啊 外交事务啊 国家的自然管理局啊 博物馆啊 科学啊 健康啊 那么他都会有一些人员是必须在职的 而有的呢 他是让他们去休息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到 那这里面呢 他更多的想象的是一些必须不得不去 要人去坚守的 那么他是继续有 那么是有人继续坚守的 那么其他的呢 不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他就没有坚守 那这里就有人说 哎 那是不是就说这次的关门草就和这个美国 民间或者美国的整体来讲没有带什么样的危害呢 那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他 他讲的是一些硬性的 或者说一些保障国家安全的 保障社会稳定性的这些东西呢 他继续存在 但是呢 关于民生的这一块 他是丢掉的是吧 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要去办一个事情 那么你要去做一些签证啊 去旅游啊 你办一些事情呢 可能这些就会受阻或者拖延下去 那对于民生的一个幸福度或者办事的一个效率来讲的话 会大大的降低 那这然是在短时间之内 人们呢 是可以去忍受的 但是如果说你长时间啊 几个月都是这样 几年都是这样 那你说这会不会引起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那肯定会的 所以说他只能说来一个缓兵之计 那么把这些东西呢 交给另外一个党派 你看我这个政府关门之后会积怨非常多的事情 那所以这样就是他们之间政治博弈的一个结果 那当然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看到这个我们比较关心的 就是关于金融监管机构 是吧 那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呢 将其让他的4600名员工中的90%的人呢 都暂时的休假 就这么多人呢 他都会休假 休假之后呢 他就会暂停大部分的活动 只留下骨干人员去应急 出发事件 他可能会去帮你应急 但是很多流程上的事情 或者正在做了一些事情就会停止了 这呢 就和我们这些其他外国人啊 我们就属于外国人 是吧 那么去参与的加密货币市场这部分人呢 有一些影响啊 什么影响 就是说 你看SEC的人呢 他们90%人呢 就去暂时的去休假了 那么休假之后呢 里面大家所看到今年要去上的 准备要去申请了ETF啊 是吧 比特币现货ETF啊 等等的这些关于利好于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些金融活动呢 他就会暂停掉 那么也就说 这些呢 有望是提前到来的一些东西 他会把它反而让它推后 因为我已经没有上班了啊 没有去公转 我只能做一些应急性的紧急情况 那么你像提供现货ETF的这种呃 民间投资 那这种紧不紧急 显示不紧急的嘛 是正常的按流程来走的 像这种正常按流程来走的四几年 我们因为员工休假就必须去搁置下来 所以说 这会对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 因为比特币现货ETF呢 他会带动这个民间的一个投资人呢 进入的这个ETF 然后以机构啊 或者说啊 另外投资的形成投资到这个加密货币的圈子里面 那所以啊 这就会对加密货币行业带来一些影响 那这里还有关于后面的什么社会保障啦 啊 税收啊 教育啊 水路啊 儿童保障啊 农业啊 住房啊 等等等等的 还有邮件派出呢 这些 那么像这些呢 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那么但是他讲说有一些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啊 那么有的是会受到影响 但是整体而言的话 人们因为政府的停摆之后呢 大多数的这个社会自然 或者说国家的安全 它是不会乱套 但是对于人们的生活呢 有非常多的一个不便利性 那么这呢 是对于美国当地的国家的一个居民来讲的 那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讲的话 啊 那么啊 比如说你从事金融活动的 从事加密货币行业呢 那么也会对这次的一个政府的停摆来受到一些影响 那有人呀就说 哎 我们都是挖派的 那这和我们派有没有影响啊 我这里的回答是没有影响啊 因为派呢 他没有资格去被他影响 因为派他毕竟不算是加密货币 而且呢 他也只能说是算成一个美国的民营企业 或者说是 你就算是一个公司嘛 高科技公司嘛 你平时去 要去做的一些活动呢 派本来又比较拖 是吧 你本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面对的4700万的活跃先锋当中 你说做的一些承诺都是比较拖 那政府关不关门 你不能以这个为一个借口 是吧 所以说 对于广大的派先锋来讲的话 我们是该怎么做的 还是怎么做 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的 那所以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信息啊 就是让大家看清楚 其实美国政府关门这件事情 确实对于 国际市场来讲 或者说对金融市场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 但是他不足以说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夸张的影响 也不像那网上所讲的那么轻描淡写的影响 那么它影响确确实实存在 而且呢 它的影响面也会比较大 但是不至于让这个国家整体的没有 或者整体的崩塌 那好 这呢 就今天要去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分享仅仅是来源于我个人观点和个人的看法 如果说你有其他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到第一时间你就可以知道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